日本最强女力摇滚Scandal来台庆出道10周年,本周六在先抢票风潮。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女子摇滚乐团是坎朵Scandal确定于6月30日三度来拍演出,拥有帅气可爱兼具的舞台魅力,总是带给愿迷视觉,拼绝双重享受的她们,前两次的台湾公演都唱下玩受佳季。 这次带助最新原创专辑Honey展开庆祝主流出道10周年的亚洲巡回,除了对乐团和粉丝都别具意义之外,更将压轴战选在台北,势必再先抢票热潮。 演唱会门票即将在4月14日星期六下午1点准时在KKTIX及全台全家便利商店售票,其中限量300张的VIP票券可获得优先入场资格,并享有与Scandal全员金掌的福利。 此外,购买任意票中都有机会抽到团圆新鲜海报,共100个名额。 2006年,以女子高中生身份成均于大阪的Scandal,成员包括主唱Heronner,吉他手Marmy, 贝斯手Domamy,和鼓手RIMA,创作起初受到Bleach和钢枝炼金术师, Fullmetal Alchemist等人际动画齐用为主题曲, 初到三年版级登上日本舞蹈馆开场,创下当时女性乐团的新纪录。 此后更在海外大受欢迎,2015年从日本为起点, 展开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美国、墨西哥、新加坡、台湾、香港等9个国家及地区的41场公演, 超大规模学会将她们推上世界级的女子乐团地位。 出道以来全数作品都登上日本公信榜TOP五个尺坎朵,Scandal, 最新专辑Honey十首新歌全部由团员作词作曲, 融合了甜美与字的旋律和文字, 堪称记录乐团一路走来的极大成作品, 备受讨论的视觉形象则由作为东京时尚代表活跃中的双胞胎组合Amail操刀, 展现了专属于Scandal的女性独特魅力及甜美风格。 注尾上架后随即拿下包含日本在内的亚洲五国。 ITU,排行冠军,人戏单曲, Platform Syndrome,恋爱宇宙, Take Me Out,也引发大批粉丝敲碗, 期待在这次巡回中能够首度感受现场版魅力。